福宝是爷爷心上雄 每当福宝闷闷不乐时总会第一时间发现 爷爷闻声而来 关心福宝的爷爷显得那么慈祥 不断安抚福宝心情 爷爷在身边福宝显得很安心 时而微笑看着爷爷 这雪亮的眼珠看着爷爷真的好满 爷爷告诉他吃完休息一会就要下班了 听懂爷爷话的福宝突然得意地笑了一下 转眼到了下班时间宋爷爷就来收猫了 可是奈何都拉不回去 宋爷爷使出洪荒之力也抱不起来 不要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牛二郎拉牛嘛 可笑的是福宝还使出滚球式走路 爷爷还是有办法拉着小手福宝就站着起来了 看来福宝是喜欢这样温柔式的下班呀 太鲁莽的福宝可不接受 宋爷爷还是要拿出谈恋爱的那一套用福宝身上才行 这不就乖乖下班了吗 爷爷成功的同时还回了个礼点游客 宋三岁爷爷表示福宝平时开心的话就像个孩子 还喜欢趴着你大腿啊 还吵着你和他玩 但是福宝如果心情不好时 你怎么叫他都不会理你 这么一个福宝真的让人开心又无奈 如果你做玩具给福宝还会做出美少女的反应 这样的福宝你喜欢吗